8月16号正式开业的 当时的时候呢 没有确实没有预计到 有这么高的客流量 确实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主要这些slogan 包括夏天里的鞋野包啊 多巴埃大寺啊 其实都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 就是潮流啊概念的东西 那我们也想贴近这个潮流 因为大月城这个客群 入住之前呢 也做过一些调研 确实是就是年轻啊 潮玩啊这一方面会客群比较聚集 未来肯定是会更贴近潮流一些 比如说秋天 我们可能会提供秋天的一些色彩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以色彩为主 多巴埃色彩为主 也是一个主要的概念嘛 散伍 散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